美国对话杂志网站近日文章 原题中国Z世代的崛起将对商业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有4亿年轻消费大军 与西方同龄人一样 中国Z世代消费者也是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 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 这代人成长与中国将继续猛增长的21世纪初 这与其西方同龄人形成鲜明对照 后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中长大 中国Z世代比前几代人更自信且受过更良好教育 而且他们规模庞大 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能影响未来的地位 而他们的决定将积蓄其世界观 有关他们将如何运用其影响力的问题已被提出 而答案可从他们作为消费者的习惯中窥见一般 国潮兴起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更多年轻消费者希望看到其文化融入消费产品 这反映出Z世代与千玺一代对中国身份认同的不同看法 对他们来说 中国一直是一个与西方世界平起平坐的强大国家 另外一个是传统服饰的流行 其中汉服最引人注目 该服装市场增长显著 估计在2022年达到18.5亿美元 与国潮一样 汉服这也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推动 与此同时 汉服的流行也显示一种更广泛的努力 通过复古重新定义中国的身份认同 这是新富裕起来自信社会的典型特征 这些社会尝试重塑自己的身份 使之与他们所感知到的地位相一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